单场的三分球表现了 雷蒙又来一季三分吗 我的天哪雷蒙 深色球衣 这边把一堆伸穿他们的浅色球衣 这比赛开始了 率先拿到球权的是青岛国庆双新男男 苏伟 这边在不断绕前去防 好球 防守的提前判断做得不错 漂亮的出球 漂亮 打球线的位置两人直接一关门 那这样的话让吉布森很难打 好球 这边又是雷蒙的转换进攻 外线的三分球 好球啊 好球啊 今天把一队整体的转移做得真的很好 又有机会了 好球啊 都出来 漂亮的分球 底脚这边雷蒙又有三分球的机会 好球 雷蒙的三分球 挡拆质量不高 没有人能够挡死 呃 宁工宇来讲 他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偏瘦高型的内线 他的主要的人方式呢 是利用挡拆之后 转换的进攻 雷蒙 三分球 漂亮 白一队这边最稳定的点还是雷蒙 有了一些机会了 但是都没有能够打中 尔斯兰 这球都出来 外线雷蒙的三分 哎 重的是人比人气死 让这边雷蒙又一次三分球命中 青岛队这边加强了在防守端的一些轮转 右侧的无锈掩护的 好球 漂亮的转移雷蒙左侧底角点开了高上 三分的出手 漂亮雷蒙 一如既往的稳定 这一季第五季三分球 这样的话 白一队是将分差追回到了各位数 雷蒙在这个赛议真的是太稳了 呃 我需要给雷蒙点赞 真的是他在 雷蒙 好球 雷蒙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保持着双位数的领先 雷蒙 又是中距离 雷蒙2加1 杀手本色雷蒙 投篮干净 果断 而且非常的 来看一下这个赛季的技术统计啊 17.3分 同时三分球方面是34%的命中率 吃不下去啊 白一队这边的这球是弄巧成拙 富豪 哦抱歉这边是雷蒙 好球 呃单场的三分球表现了 雷蒙 又来一季三分吗 我的天呐雷蒙 这样的话最终 117比101 呃107 最终的话